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国央行要求银行报告私人信贷敞口 据报道 英国央行要求摩根大通 高盛和美国银行等银行报告其私人信贷敞口 这些银行必须在2023年底前就英国央行审慎监管局的要求作出回复 英国央行发言人不予置评 药品定价权博弈在升级 拜登政府声称有权剥夺某些高价药品专利 财联社当地时间周四 拜登政府表示将行使权利 通过强硬手段剥夺某些高价药品专利 从而降低高昂的药品价格 促进制药行业的竞争 自愿减产未能止跌油价沙特 俄罗斯正推动欧佩克加达成集体协议 财联社据媒体周四报道 欧佩克加最大的两个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 正呼吁其他成员国加入减产协议 上周该组织未能达成集体减产协议 2023年是至少11年来美国房价最贵的一年 根据美国第一家在线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周四发布的一份报告 2023年是至少在过去11年来美国房价最贵的一年 根据Redfin的数据 在2023年 美国10月批发库存再次下降 美国10月批发库存回落 延续年初以来的下降趋势 此前一个月已起稳 公布的数据显示 10月底商业批发商的库存较上月下降0.4% 非耐用品库存在10月下滑1.0% 引领了降幅 日本央行放映最快本月加息 在本月中旬迎来年内最后一次政策会议之际 日本央行引起了金融市场动荡 打破了日本债券相对平静的时期 日本央行一、二把首旗放映 发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信号 研究 盟国对乌克兰的新援助降制冲突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财联社德国基尔研究所周四表示 乌克兰盟国已大幅缩减了原污规模 援助金额已降至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基尔研究所称 早盘 美股小幅上扬 道指与标普指数三连跌后反弹 7日晚 美股周四早盘小幅上扬 道指与标普500指数扭转了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行情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数据基本符合预期 华尔街一边豪赌降息 一边愁上心头 通胀跌得到底够不够 乐观派认为通胀已被抑制 美联储明年春季降息 悲观者认为通胀还没被控制 美联储长时间维持当前利率水平 通胀是否已被抑制 美国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在假期当周下降前一周曾大幅上升 美国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在假期当周下降 降幅创7月份以来最大 此前过去两个月呈上升趋势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5日当周 美国准备批准首款连状细胞病患者的基因编辑疗法 据报道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预计将批准Exa Cell基因用于治疗连状细胞性贫血病患者 Exa Cell将成为美国首款使用Crispair基因技术的获批药物 传苹果将对麦克风重磅升级iPhone16 或成公司首款AI手机 财联社当地时间周四在2023年爆红的势头 不难预测苹果公司将会在iPhone 36克涨7.67% Q3总收入稳健增长广告收入同比增长11% 36克 KRKRUS 涨7.67% 保0.706美元 36克第三季度总营收9697万元 同比增长2.5% 其中 广告收入达7124万元 同比增长11% 订阅服务收入达1151万 同比增长62% 开盘 美股周四高开市场聚焦11月非农数据 7日晚 美股周四高开 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数据基本符合预期 在周五的非农就业数据发布前市场情绪谨慎 人工智能热潮掩盖了半导体市场的裂痕 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迄今为止上涨了近44% 然而 人工智能股票的火热掩盖了半导体市场的裂痕 除了对英伟达等公司的热情之外 摩根大通重申谷歌增持评级 Chemini大语言模型是重大创新 摩根大通分析师Duck & Smith重申对谷歌的增持评级 目标价为150美元 至Chemini大语言模型是重大创新 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生成市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地位 外交部 中心双方共同期待互免签证安排早日落地生效 12月7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会 有提问 有消息称 新加坡将与中国建立30天互免签证安排 发言人能否提供更多信息 欧盟碳关税COP28期间受到多方批评 阿联酋迪拜12月7日电上 欧盟推出的碳关税受到来自巴西、非洲、中国 美银量化分析师 标普500指数2024年没有7巨头助阵也能涨 美银量化策略师表示 标普500指数2023年上涨完全由大型科技股推动 2024年即使没有此类股票支撑 该指数仍有可能会上涨 金融领域正掀起AI革命 贝莱德下月将向客户推出首款AI工具 财联社全球最大的资管公司贝莱德周三工具 据报道 贝莱德周三在一份员工备忘录中写道 OpenAI非盈利悖论为下一次冲突埋下伏笔 财联社在戏剧性的内斗事件之后 OpenAI拥有了一个新董事会 然而它依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OpenAI的股权结构和监管难题 OpenAI最初是一家非盈利性组织 俄油价格上限实施一周年制裁效果难言理想 财联社西方针对俄罗斯原油的价格上限措施已实施了整整一年 但这已制裁工具的效果难言理想 去年12月5日 七国集团欧盟和澳大利亚针对俄罗斯原油设置了60美元桶 摩根大通 美国明年经济大概率硬着陆美股年中恐大跌23% 财联社在经历了美股今年出人意料的上涨之后 华尔街多数人对明年美股更加充满信心 然而摩根大通却坚持其悲观立场 认为美股明年将走低并且在年中可能跌至3500点 美国出请失业金人数略有上升 美国上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增幅低于预期 因就业需求降温就业市场继续逐渐放缓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12月2日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增加1000人 CEO被捕后斗鱼交出Q3成绩单 盈利了弹营收 用户数持续下滑 针对内部监管措施的问题 管理层回复表示 正不断加强合规性和规范运营 在本季度针对一些平台管理者实施了各项措施 解决了一些交易 游戏道具等其他问题 瑞士银行有限公司与瑞士信贷有限公司签署最终合并协议 瑞银集团12月7日发布声明称 继6月瑞银集团有限公司两家控股公司合并后 KKR寻求为首个全球气候基金筹集高达70亿美元的资金 格隆会12月7日知情人士透露 KKR与AMPCO正寻求为其首支全球气候基金筹集高达70亿美元的资金 该基金寻求投资于能源转型机会 KKR希望在明年上半年首次完成基金募集 美元指数短线下挫非美货币普涨 美国出警数据公布后 美元指数DXY短线下挫近20点 现报103.77 非美货币普涨 欧元对美元UR-UST短线上扬30点 现报1.0788 英镑对美元GBP-UST短线上扬于30点 现报1. 美国股指期货涨跌互线就业数据发布前市场情绪谨慎 股市和债市走势波动 日元创三个月来最大涨幅 市场猜测作为全球最后一个仍在实施负利率的国家 日本也将很快撤销该政策 波音据悉洽谈向泰国航空出售近80架宽体787梦想飞机 12月7日消息 知情人士透露 波音公司正就向泰国航空出售 约80架宽体787梦想飞机深入谈判 通用汽车将与autocar合作开发轻动力重型车 通用汽车公司和autocar工业公司周四表示 两家公司已同意联合开发轻动力重型车 该车由通用旗下燃料电池部门hydratec提供动力 比尔盖茨每天收入1095万美元 普通人一辈子约赚270万美元 最新数据显示 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每天的收入高达1095万美元 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一生收入的三倍多 在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超越之前的20年里 盘前道指期货跌0.1%日元狂飙200点 美股股指期货周四盘前涨跌户线 日本央行引爆全球市场美元迅速跌至104下方 本交易日来看市场还关注美国上周初请失业人数 不过更为关键的则是周五的非农就业报告 市场all in明年降息小盘股成了香波波 市场all in明年降息小盘股成了香波波 赵颖多重有力因素正提振小盘股 一是估值相对更便宜 其二是将盈降息利好 三是盈利也有望回升 Fisker首席执行官回应负面报道 相信公司有长期机会 当地时间12月6日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Fisker首席执行官 亨里克菲斯克就关于公司的负面报道发表声明 菲斯克表示 比特币现货ETF发行商与美国SEC的谈判已进入关键细节阶段 消息人士称 美国比特币现货ETF交易所交易基金 发行商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谈判已进入关键细节阶段 这表明SEC可能很快批准这些产品 李斌孤注一致 李斌孤注一致柴旭臣输不起的仪仗 几个月来被乌云笼罩的未来 还在等待逆转的信号 12月5日晚业绩会上 董事长李斌看起来仍然平静且自信 印尼考虑对中美印等2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免签政策 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加乌诺12月7日表示 印尼考虑对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德国、英国与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实行免签入境 英国监管机构要求数家银行报告私人信贷敞口 有知情人士表示 英国最高金融监管机构已要求活跃在私人信贷市场的银行提供其在该领域敞口的细节 该领域被认定为最高系统性风险 零增长 欧元区三季度GDP同比终止下修 不及预期 零增长 欧元区三季度GDP同比终止下修 不及预期原委欧央行今年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明年降息再往 欧元区三季度GDP同比终止下修至0% 下修至0%